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市场近6万5千人次 超4850万票房 34天里写就的这一连串的数字 刷新了中国音乐剧乃至戏剧演出市场的新记录 剧院魅影中文版近日在上海站完美收官 紧随其后 华丽璀璨水晶吊灯将在全国更多的剧场缓缓升起 剧院魅影中文版全国巡演将与本月同步启动 脚步将会遍及深圳 泉州 广州 厦门 杭州 北京 长沙 成都等地 2023年计划演出场次 预计将会达到200场 这样的一部出圈作品自然离不开主创们对于内容的用心打磨 从去年7月正式启动全球演员海选到全体演员阵容的尘埃落定 从紧张的排练现场到华丽的舞台搭建 我们节目都一一记录了下来 今天就不妨跟随着我们的镜头来回顾一下那些弥足珍贵的精彩瞬间 1986年 剧院魅影首演至今已有36年 已在全球183个城市上演 65000余场的票房收入达60亿美元 观众人次超过1.45亿 获得的戏剧奖项也超过了70个 他深情讲述了神秘的剧院之中 丑陋幽灵与美丽女演员之间爱恨纠葛的浪漫故事 也是许许多多中国观众的音乐剧启蒙 在东方卫视音乐剧文化推广节目 爱乐之都总决赛的舞台上 官宣了剧院魅影中文版即将推出的消息 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音乐剧演员们的关注 此次演员面试将从全球1000多名优秀的演员和舞者中 选拔出唱跳兼优的复合型技术演员 组成剧院魅影中文版的核心演员团队 在剧院魅影中文版全国学演发布会上 同时公布了备受期待的男主角魅影的演员人选 首批中国魅影将由阿云嘎 刘令飞 何亮晨 三位优秀的音乐剧演员出演 很开心啊 这个肯定很开心吧 对吧 因为儿时就是学音乐剧 因为这个戏才往下继续坚持走过去 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演上中文版 每人心中都有一个魅力 我们仨演出来可能也不足 所以我们期待最终中文版演出来又是不一样的味道 其实这对于我们来说现在也是未知的 所以一切只能到上台的那一天才知道 最大的压力肯定就是如何塑造一个中文版的魅影 其实当时我准备了两个曲子的魅影 因为我想到可能很多的纪律要大一点 就是帮我做了这个比则说 就是让我去一家魅影这个曲子 作为首批中国魅影的饰演者之一的音乐剧演员阿云嘎 此次再添新身份 他将兼任剧院魅影中文版联合制作人 深入参与到该剧的各个制作环节 把控出品质量 其实对于我 对于制作人来讲我是个新人 来到这样的一个国际一流的团队 能够担任这样的一个职位 其实更多的是要学习国际 要学习国际一流的水准 它是怎么样运营音乐剧 它们是怎么样 那些细节的东西是怎么样处理 作为经典音乐剧 剧院魅影中的女主角 克里斯汀这个角色 可谓是全剧的灵魂人物 因为我一直是声乐歌剧系专业的 一直在学习这个传统的美声唱法 包括我接触的很多都是像 Opera歌剧 以及一些艺术作品 怎么能够很好的去把美声唱法 跟这种音乐剧的风格去相融合 我觉得是我应该学习 并且去做到的 我做过音乐制作人 我现在也是音乐制作人 然后也做过就是剧场的制作人 可能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上 去理解这个角色 包括在舞台上 该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还有动作 还有眼神 来呈现出一个个更加立体的克里斯汀 而从制作启动一时 就受到诸多关注的 异配团队成员 也在剧组见面会上首度公开亮相 如何原汁原味地 用中文来呈现这部经典剧作 是最大的挑战 我们在每一首歌翻译之前 肯定需要精读原作 然后做很多的分析 比如说歌词中的押韵的问题 有些人喜欢这个运到底的方式 有些人喜欢松一点的 但实际上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更多的会从英文的原作旋律的角度 来决定我们用哪种形式来跟它匹配 一方面是自然要尊重文艺 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尽量还原它英文的格律层面的东西 就是音乐层面的东西 包括韵脚啊 包括句式啊 包括它的断句啊 我们的音配团队 包括我们的声乐老师团队 还有我们的外方团队 都很在乎我们演员在演唱上面的一个感受 包括到非常细节的字词的部分 我们都会进行沟通 觉得说 哪个能够更好地把这个音乐 以及这个作品本身想要传达的这个意思 都能够以一个更加合理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为了保障演出质量 世界巡演版的制作班底 在上海大剧院绝无仅有地 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装台集合成 整个剧场的舞台景况 都被相以厚重的浮雕金边 让整个原汁原味的巴黎歌剧院 悦然眼前 无论是复杂的机械装置安装 还是庞大的舞美道具进场等等 对于技术团队来说 都是不小的挑战 而剧中高达22次的步景变化 以及平均每5分钟就会更换一次的置景 更是剧院魅影的技术难度所在 当真正排演过程中 像我们的服装啊 我们的道具啊 包括我们排练的整一个进度 都会让我们觉得 原来是这个样子 才能出这样的一部好看的剧 就比如说 其实有很多 我们在排练当中 有一些很复杂 对有一些东西 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排练厅里所展现的 你一定要看在舞台上 一些装置下来 一些门上去啊 什么东西的 一定需要那个看到 那个真实的景 你才会觉得 哇 铁炸了 原来是真的这样 为什么要我们做这些动作 全都是卡死的 就是所有的细节 细到让你霸池那种 每个舞台都是机关的 你看到的都是轨道啊 还有哪个喷火的呀 它都是像个 就像魅影设计好的一个 一个它的地宫 此次剧院魅影中文版中出现的服装 全部中于1986年 剧院魅影首演时 传奇服装设计师 玛丽亚伯约森的设计手稿 并由经验丰富的 服装制作者手工制作 为了还原19世纪 巴黎各剧院的辉煌背景 全剧打造了230余套华美戏服 除了精气复杂的制作外 服装团队更需要 妥善照顾所有的戏服 保障演员们 在每场演出中都光彩照人 而在剧中所有角色佩戴的假发也都根据演员投为 纯手工打造 制作一丁假发需要40小时至70小时不等 此次的学演团队中 仅服装假发团队就多达9人 此外 每场演出还需要11位换装员 协助演员们进行快速换装 常常他有 我们正在进行改变 所以你能看到 我们现在正在舞台上 选择着衣服 所以所有演员和歌手都选择 和《幻灯》 我们可能会有四个选择 他最完美的选择 在这一小屋里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很多顶的假发 他是一丝一丝的勾着 我都看得很震撼的 他为了这一次每一个细节 他会剪头发 他会给头发洗 然后弄完了以后 这个人物就活生生的 就是这个假发套在任何一个人 他就是那个人了 就是能做到这样的一个 每一个工种做到这么细致 这个很让我看到这顿 哇 素然气质 所有的演员都已经做了几次的试装 包括假发 然后那个就是特效化妆 因为甚至像魅影的特效化妆 在真的给我们的魅影的演员 三位演员化妆之前 他们其实都是要在 就是真人的这个模特儿身上 先试好多遍 然后就是等于说 对于这个技术充分掌握以后 才会开始在我们的演员上面 就是去做这个特效妆的装饰 经典作品绝非一蹴而就 而是每个环节的层层严格把关 除了在技术舞美上的精工细作 剧院魅影中文版也将不断完善和打磨作品 全国巡演城市现已全线开票 届时不妨走进剧院 近距离欣赏一部以中文呈现的夜之乐章 鸽子与女演员在空中和谐共舞 炫酷的摩托机车在大铁球当中飞驰追逐 还有获得过杂技界奥斯卡金小丑奖的抖杠表演 在重磅升级的多媒体舞台剧 《时空之旅2》的演出当中 这样高难度的杂技表演 在给人带来震撼的同时 也会让人产生好奇 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今天我们就要带您走进演员们的训练基地 一起探秘《时空之旅2》 那些杂技名场面背后的精彩故事 夜幕里灯光璀璨的上海马戏城里 在观众雷动的掌声中 舞台上的演员们在空中弯转腾挪 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美感十足 却又有着超高难度的杂技动作 眼前正在上演的就是上海马戏城经典杂技剧 《时空之旅》 提起《时空之旅》 想必大家都以耳熟能详 2005年首度亮相至今长眼不衰 杂技演员们精彩绝伦的表演 早已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技艺 而升级归来的《时空之旅2》 再次以精彩刺激的技巧动作 和绚丽多彩的舞台效果 征服了新老观众 一场杂技大秀的诞生 离不开华丽的帷幕后 《时空之旅2》中 这场马戏训歌与杂技调子结合的表演可谓世界首创 训歌与半空中女演员的和谐共舞 时而停留在她的手臂 时而停在她的脚上 展现出的灵动与柔美 惊艳全场 看他们在干什么 看到吗 这个是我们的舞台 这是观众席 你们会怕吗到时候 不会啊 性格是特别难训的 博尔特 对的 每个都有 这个是小绿 这个是博尔特 这个名字是谁去的 我们自己去的 凤伟鸽就是在手上摆造型啊 或者短距离的差距这样 让它飞飞 是一种体现一种鸽子和人的亲密度吧 第一次我们听到是我们很多人都觉得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鸽子怎么可能停在人身上 而且你来动作它怎么会那么乖呢 但是我们还是想去试一下吧 每个动作和鸽子的结合啊 就是一抬手一抬脚 都是我们这个团体自己想出来的 因为以前没有看到过 没有样板 全部都是自己想 就这个是最难最难的 这段抖杠表演 则获得过拥有杂技界奥斯卡称号的 金小丑奖等在内的多项国内外大奖 仅二十几公分的窄杠上 演员高难度的惊险动作 曾经征服了国际专业评审 也让观众感到心跳加速 负责在杠上进行翻腾动作的演员 被称为尖子 他们与承担底座作用的演员之间 默契的配合程度 可以说是这个演出的成败的关键 慢慢地 慢慢地 看来 看来 好 底座和底子 两个人要发劲什么的 要同步 就是假如说一个前一个后 那肯定签子满腾配合在一起翻不好 现在就是不用说话了 就是一个眼神一个回头 就基本上知道去什么地方 在一起待了那么多年 默契在平时练功中 慢慢地就会自然会形成 我们这个项目呢 在圈内叫做攀爬自行车 刚开始的时候 是在国外兴起的比较多 最难的就是耐力 还有就是技术动作 就是你要从这边 怎么样稳定地跳过去 你不仅要跳过去 你还得稳住 将年轻人热爱的极限运动 与杂技动作相结合 也成为时空之旅2 吸引年轻观众的一大秘密武器 一位演员骑着单车 从观众席上一跃而下 另一位演员则踏着轮滑 从骑车演员身上飞跃而过 再配上现场炫酷的灯光和音乐 青春洋溢动感十足 而这样的完美融合 在国内也是首次尝试 没有谁见过 极限运动搬到舞台上什么感觉 而且这一台是秀 国际上都很有名的 怎么样把它融合在一起 因为你别看短短的几分钟 其实每一个动作下来 就手脚都下来就发软 就满头大汗 就那么几个动作说实话 因为场面是高度紧张 而且都在亢奋 想想它有高度有远度 又有人之间的配合 你要想着如果我们那个单车 好像失误什么的 就可能会砸到人啊 或者自己摔伤啊 心态放好把动作完成 保证安全的潜力下 就OK 另外一个全新的节目叫做 《浪桥飞人》 舞台上演员们需要借助 弹力聚往腾越空中 再被另一边的演员稳稳接住 这个杂技项目难度 细数非常高 演员可以说是 舞台上不折不扣的 《空中飞人》 让台下的观众们 着实都捏了把汗 它飞过去 然后接住以后很帅 实际上真的 我们接不住的时候 会很惨 如果它近一点的话 它会落到下面那个网上面 像蹦床一样的 它这个高度 跟这个冲击力下来 落得不好的话 有可能就是弹到外面去 如果飞得稍微 靠我这边多一点的话 我们两个就像 火星撞地球一样 直接就是撞上去 之前一个小姑娘 就是飞得撞了一点 然后离我太近了 然后她撞到我的脸上 我的脸腫了一大块 她先给我信号 然后我再给她信号 然后我们互相要反馈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浪桥 两边摆浪 它是有时差的 我们要把这个时差给对好 这个网价钱也是非常贵的 因为是定制的 要定期检查 然后基本上做到定期公换 我们演出的时候 就是也是 所有人全部弄完以后 然后我要从头到尾 每个地方都要看一遍 因为确保安全 然后包括不管是道具 还是我们演员 都是要确保一个安全 除了杂志技巧 《时空之旅2》 在剧情方面 也做了全新的升级 其中有一段 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主线 《飞鸟与鱼》的爱情故事 为了体现浪漫唯美的情节 男女主角需要一个在吊环上 一个在水缸中进行表演 呈现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觉体验 一共六分钟 就是空中三分钟 水里三分钟吧 我们一套天上的技巧动作 来完之后会两个都很累 然后还要在水下憋气 而且我们演出是会带鼻塞的 然后会很影响我们空中的动作 因为吸不上来气 然后就会心跳很快很累 刚开始睁开的时候 眼睛会很色 就会有点疼 如果游得久了 就算不在水里 出来也看不清了 就只能看到一点光圈 然后要过一会儿才能看清东西 翻过来之后站到里面 你不要用手 你就感觉这样 去找 去头看自己的脚 试试看 半开始我挺怕水的 我不太会游泳 第一步就是 再把憋气的时间加长 因为能憋气了 才能来更多的动作 然后再跟老师想想 什么新的水下好看的动作 再加进去 就是把自己想成鱼吧 《时空之旅2》舞台上的 诸多首创绝技 无疑让古老的杂技艺术 在新的时代 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聚光灯下 杂技演员们用精湛的记忆 挥洒的汗水 和自信的微笑 打造出这个梦幻先进 与视觉奇观 让我们一起走进 上海马戏城 开启一场 时而浪漫唯美 时而惊险刺激的 奇妙之旅吧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祝福大家都能够元气满满的开启 全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 咱们下周日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向前往 亭变